人的生存和发展 依赖健康和谐的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 只有维护生态平衡 保护野生动物 才能建设好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 回家之旅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我们刚刚接到了一条重要消息 8点30分左右 临海市公安局上盘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投门港大坝海滩有12头金鱼搁浅 目前民警已经赶往现场 继续关注云南北上野象群的动态 北夷象群总体向西北迂回移动12公里 持续在云南 红河 施平县 龙武镇附近邻地活动 2021年 我国东部沿海和西南山林 出现了类似的意外事件 两种不同的野生动物离开栖息地 创入了人类的生活环境 目前潮水开始逐渐的上涨 脱举鲸鱼的救援人员还在坚持 根据监测情况分析 大象的目的地可能是普尔市的末江县 陌生的气候类型和地理条件 让他们面临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甚至生存的威胁 为了让他们回归自然 回归适宜的栖息地 两地展开了不同反响的救援和引导行动 今天是2021年7月6日北京时间的7点35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2.7台州交通广播 各位早安 我是陆小冬 各位早上好 我是陆小夕 今天是一大晴天啊 但是下午可能会有雷震雨 所以今天出门的小伙伴们 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了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挡雨是吧 你怎么这么懂我们女孩子 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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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一共有12条 而且它这个位置分布的也很散 最远的离最近的大概有 让民警产生自然的联想 让民警产生自然的联想 一天前他们曾发现一些鲸豚类生物在近海游逸 我们前一天当时是我们正好去同门岛上工作的时候 然后路过的时候下来看到正好看到有几条海豚在那个近海游来游去游 当时他游的地方就是说平时如果退潮了那里就是贪图 涨潮了才有水 所以说这个离岸边很近很近的气色 我看到这个海豚视频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想法 但是我们的科长周中江科长 他是海边长大的 他说这个在近海上游好像有点异常 会不会要搁浅 然后没想到第二天就真的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十二头鲸鱼在贪图搁浅 谢谢不客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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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初象群的小范围移动 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因为迁移是野生亚洲象 正常的生活习性 并且种群迁移扩散 已成为当前亚洲象 分布动态变化的大趋势 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 由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几十头 增长至目前的三百多头 到2020年底 野生亚洲象长期活动的范围 已经扩大到云南省三个州市 11个县市区 55个乡镇 然而象群这次如此大范围的 向北迁移十分罕见 也突破了我国野生亚洲象研究 有记载以来传统的栖息范围 当时我们在墨江的通关 开展了一些就是这群象的一些行为学 方面的观测 然后呢对它的整个动向 我们就开始对它预判 将来它会怎么样 当时也提醒就是当地的林草部门 就是说不能让这群象们跑得太远 原江正好处在野生亚洲象 适宜栖息地和一般栖息地的分界线上 虽然原江以北的部分区域 野生亚洲象也能生存 但到了冬季 将雨减少 气温降低 食物匮乏 不利于象群长期生存 并且越往北 人与象的活动空间越会重叠 群众与象群接触的经验就越少 人象冲突的防范难度就越大 一旦象群过了原江 其实对人象冲突管理 还有对整个象群的生存和繁衍 都是不利的 前不久 一群亚洲野象从普尔市 进入到玉溪市原江县 象群在村民家秘食 破坏了部分民居 专家介绍 这群野象共有17头 其中有9头成年公象 6头成年母象 两头是冬天新出生的幼象 不久 专家们担心的情况 到底还是出现了 17头大象 缓慢移动到了 玉溪市原江县的一座山头上 这里与普尔市墨江县相邻 象群极有可能随时向北移动 然而就在此时 意外再次出现 两头大象突然离开象群 从原江县一路向南折返 就在人们以为象群 随后也会向南返回时 剩余的15头大象 却突然渡过原江 继续向北移动 越往北 气候条件越不适于象群栖息 越往北 城镇和人口越密集 越往北 人像冲突 越有可能发生 投门港大坝 鲸鱼搁浅的救援信息 很快就得到了临海市 与正应急管理等部门的 及时回应 无论是官方救援组织 还是民间救援力量 都迅速出发 前往鲸鱼搁浅的现场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 第一反应就是 先核实现场的情况 当时我们中国预警333116船 正在附近巡航 我就让他们赶紧把小艇拍下去 然后人员上小艇 到那个举报的这个 反馈的这么一个地点 过去查看 一个是现场情况决定了 我们下一步的一个救援措施 那么如果是完全搁浅的 一个状态的话 那我们会尽可能地考虑上 考虑到路上救援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它是半搁浅的 一个状态 或者是在某一定的 一个水域里面 还有一定的福利的话 我们就可以尝试着 看看是否能引导他们 就是马上归海 像我们的话 之前没有遇到过 类似的情况 那么如何在注意 哪些细节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提高存活率 就是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些当时 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所以我觉得呢 需要跟专家这边取得联系 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割钱很多原因 比如说暖流 噪音影响 声纳影响 各方面都有 端的情况下 就是说 它的整个导航系统 出生了问题 这个导航出了问题之后 它就是迷失的方向 那感觉第一感觉就肯定是这一块出问题的 要不然基本上不会割钱 还有一个就是它体内有病 有些是环境引起的 它也会导致它割钱 还有一个就是说 遗寝 遗寝内的话 它可能就是说 在冲击遗寝的过程中 它也会割钱 就这个是侮辱 就是怎么样 在一群一在这里 一大群的鱼 它是捕捉的时候 可能就冲过去 在抓鱼的时候 就冲满了 冲滩了 冲滩了就下不来的 逃水一退它就下不来的 有可能这样一个情形 比如它一旦割钱以后 第一它会造成很严重的脱水 第二 它的知识不一定就是 呼吸孔朝上正着趴着 它有可能是倒着 还有可能就是 挣扎得非常厉害 因为它的环境病了 还有可能导致一些 应急的反应 直接猝死 水温会升得很高 因为当时是夏天 所以这些都会 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它 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死亡 因为它死亡率 肯定是90%以上 因为我们之前 也有接触过 这样的一个割钱 但是我们以前割钱的 这个金铜内 都是比较小型的 可能体重大概一两百斤左右 然后也不确定当时 是什么样的一个金鱼品种 我从出发的时候 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就很着急 因为它当时跟我讲 现场没有一个是专业的 已经有这个经验了 怎么都没有 当时着急的时候 最着急的时候 就怕它呼吸孔欠水 欠水就容易导致它死亡 我当时打电话就跟他们讲 一定要把呼吸孔给漏在外面 因为金铜内割颈跟鱼类不一样 因为它是属于肺呼吸 一般的渔民 包括我们的救援队 它没有相关的救援意识 跟经验 所以我们在想到的第一时间 是能跟对方联系到 尽量把它的呼吸孔朝上 用肺呼吸 但很难想象得到 他们能不能理解 我们所说的这个呼吸孔在哪里 所以我们很着急 我们是想着能第一时间 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 这样可能就因为 我们找到的一分钟或者几十秒 能够挽救一条生命 这里是FM102.7 台州交通广播 正在进行的金鱼营救大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森林消防总队的前身是武警森林部队 以前叫武警云南省森林总队 我们是93年入天 到今年已经是第28年时间 在武警部队的时候 我们是主要碎形防火灭火 也就是扑救森林火灾 防范森林火灾 还有野生动植物保固 之前我们森林消防的话 相对来说它的工作是比较单一的 主要是赴林防火 主要就是保护森林 2018年10月1号 根据党中原国务院 其实总书记的指示的话 我们就托金庄 统一 转立归应急管理部 并成国家综合性消防救营的 这个主力进行国家队 商业救营 水业救营 地震救营 所有的这些救营 只要是手机的应急就应得快 我们都要去大幅 都要去参与 都要去理性我们的职责 但是像这种 人与之间和谐相处 附送这个项群 它北迁 这种难移 回到它的积极地 这还是我们这种第一次 其实实际上我们还是更多的是和大森林为伍 和火魔做对抗 整个对于我们来说 监测这个野生亚洲象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也是第一次 野生亚洲象搜寻与监测任务分队的主要任务是 对象群进行24小时监测 为相关部门的预警 安全防范 宣传引导等工作 提供信息支撑 追寻一个北夷的亚洲象群 动态的活动范围 动态的场景变化 动态的道路 植被以及气象条件 这是第一次 考验的队 把现在的象群的位置坐标 高过来一下 这个对我们对应的 也是一种情形的尝试 也是对我们对应的一种考验 接到命令以后 我们就奔赴玉溪鹅山 开始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 今天咱们的任务 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 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 注意飞行纪律 把握这个飞行中的安全 同时呢 每五分钟 向指挥部报告 象群的这个位置情况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起飞无人机 然后第一次监测到亚洲象 其实之前也在电视上 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亚洲象 那实际上第一次见到给我们 还是很震撼的 地球上会有那么大的生物 这个伤着耳朵啊 摇着尾巴啊 在田里边吃东西 这种画面 还是让我们觉得很可爱 同时也很兴奋的 我们一开始 十个直战员出动的时候 接到任务的时候 我们以为只是一个短暂性的一个搜寻的一个工作 以为只是说拿着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 以及一些其他的这种的侦查的一些手段过来以后呢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 来确定一下项群在哪 这几回就结束了 这个经过上级的一些安排 一些部署 然后要求我们做了一些工作的 慢慢的才对这个 就是整个的一个工作 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这个了解 才想到这个工作可能没那么简单 后面呢慢慢的 他觉得这个工作其实还是挺长远 野生亚洲巷搜寻与监测任务分队的十名队员 很快就在玉西市额山县展开行动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次意义非凡的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